第601集 九大主宰家促齐聚 叶士宇和叶梦瑟都是上三天的人 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样能够让人在一年之中提升八个大境界的天才地宝 就连上三天也是难找难寻 属于传说中的东西 这里只是中三天 会有什么天才地宝吗 若是这么想 丽雄图不是遇到了九阶建筑 又是什么 也是与目光一闪 娇媚的笑了笑 柔柔诺诺的道 这位猛男丽公子 丽公子呀 听说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只有王座四品的修为哦 丽雄图皱了下眉头 显然对这个伟娘有些不喜 简短的点头说道 不错 去年我只有王座三品巅峰 叶士宇娇笑道 是吗 丽公子提升得真快呀 让奴家羡慕极了呢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淡淡的说道 严士宇 你羡慕与不羡慕 都是无关紧要 我丽家的人 也不是你能够逼问的 入口之处 又有三个人出现 当先一人身长体阔 高大魁梧 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 比董吴商和利雄图 还要雄壮一些 年约二十五六 却是一身的彪悍 叶士宇和叶梦瑟 同时脸色一变 原来是利雄 这大汉哼了一声 转头看下利雄图 你就是利雄图 利雄图道 不错 你是 哈哈哈哈 我是上三天利家的人 我叫利拔天 你应该叫我四哥 利拔天笑声轰轰咕咕咕 你还不错 四哥 利雄图脸色一喜 他知道自己的家族 想要返回上三天的心愿 是如何的颇弃 而这位利拔天 能够在此时大庭广众之下 允许自己叫他四哥 那等于就是承认了中三天的利家 好 哈哈哈哈 利拔天大笑 公平决战 四哥不能帮你 但在这一战之后 我就带你回去上三天 多谢四哥 利雄图喜上眉烧 他身边众人 包括田不回等人 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带你返回上三天 那就是中三天利家 从这一刻起 就是上三天的人 利拔天笑道 你不必谢我 这是老祖宗的意思 若是你能够在你的年纪 在中三天突破黄级 就带你们回去 而你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个目标 说完 利拔天带着两位侍卫 大踏步前行 对于叶士宇和叶梦瑟的问好 竟然丝毫不假以辞色 叶士宇哼了一声 叶梦瑟脸色一白 眼神一利 但终究都没有再说什么 楚阳心中暗想 看来这利拔天 在上三天年轻一辈之中 乃是个很强势的人物 墨天机心中却想到 此人虽然很强势 不过做人却太不懂得圆滑 就算功夫再高 只要我一个小计策 就能令他丧命 此人毫不足矩 反倒是那叶士宇和叶梦瑟 看起来城府很深 不好对付的样子 利拔天魁梧的身子 踩在雪地上 似乎没走一步 脚下的大地就震颤一下一半 等到快要走过董无商身侧的时候 却停了一停 你就是董无商 董无商眼神一宁 是又如何 利拔天一声冷哼 利雄图是我兄弟 董无商哈哈大笑 哈哈 你要是舍不得他死 我可以让你们兄弟两个一起上 利拔天原本是给董无商的心中种下一片阴影 使得利雄图有轻松胜出的机会 却绝对想不到董无商竟然如此无所畏惧 胆大包天 顿时瞳孔收缩 眼神危险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机窍的声音响起 刚才还说了公平决战 现在又来帮自己弟弟以示压人 怎么 眼看压不住了 就要恼羞成怒动手了吗 一个白衣少女站在董无商身后 不懈的说道 声音清脆冰冷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 利拔天哼了一声 深深的看了董无商一眼 举步前行 慢慢说道 无知妇孺又能懂得什么 胜之不无 董无商大怒 大喝一声 利拔天 你给我记着 迟早董二爷要与你一战 利拔天并不回头 缓缓说道 只要你今天能活下来 说着 走到两座高台之下 又是一座雪台拔底而起 利拔天冲销而起 竟然越过了高台最高处 还有数十丈 缓缓下落 这首精神功夫当真是惊世骇俗 不过众人也都知道 他作为上三天世家公子 却在中三天被如此的挤退 心中已经下不来台 借着这惊世一跃 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闷而已 叶士宇和叶梦瑟 不着痕迹的看了看利雄图 眼中都是隐隐露出杀机 关于利拔天说的 到了黄级就接你去上三天的说法 两个人根本就不信 只会以为 难道这利家要借着利雄图来教好九节建筑吗 那么以后等九节建筑羽翼丰满 我们几家都要倒霉 就你利家占了便宜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妈的 抽个不注意的机会 就先将这位可疑的九节建筑 九个追随者之一干掉 岂能容许如此心浮大患 存在这个世上 而利拔天心中也在暗暗寻思 自己这位足弟 是否真的得到了九节建筑的青睐 倘若如此 那么家族大计就要修改一下了 毕竟修好九节建筑 乃是历代九大家族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多少年来与九节建筑作对的 就没有一家能够成功 无数的前车之剑 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岂能不触目惊心 但只要混不上那九个名额之中的一个 纵然是明知灭亡也要挣扎 总不能束手就路吧 但一旦有了结交九节建筑的机会 谁又肯轻易的放过 利拔天眼睛余光看着夜市雨和夜梦色 敏感的感觉到他们眼中的杀鸡 不由他冷哼一声 心道 有我在这儿 你们想杀他 不体于做梦 另一侧 墨天机冷眼看着这一切 突然心中一动 凑到楚阳的耳朵边上 仔仔细细的道 李雄图 或者可以不必死 楚阳微不可查的缓缓点头 两人很有默契的对望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隐约的笑意 对战双方都已经安营扎寨完毕 但却很有默契的没有立即开战 大家都知道 不管如何 也要等上三天九大家族的人到齐了再说 现在到了三家而已 其他那些家族若是不等他们 一旦有什么后果 绝不是众人可以承受得起的 时间刚刚到了正午 阳光照耀在这冰雪满地的高山上 竟然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 一道白影闪过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上山的入口处 三道紫色身影 火然出现 中间一个紫衣女子 气度雍容 风华绝代 峨眉淡扫 凤眼寒微 身材修长 一眼看去 便如遍地挨挨白雪之中 盛开了一朵 绝色天香的梅花 只不过 这位女子脸上的寒霜 似乎比这亘古的冰风霜雪 还要厚重 还要冰冷 一眼看过来 几乎就能让人冻僵了一半 灵甲 灵寒雪 除了这表明身份的一句话 就再也没有说出半句来 然后就直直地走了进去 唯有看到那两座石碑的时候 灵寒雪的眼光似乎变了一遍 原来是雪姐亲自到来了 李拔天在高台上站起来 爽朗大笑 叶梦瑟也笔直地站立 恭敬地叫道 雪姐姐好 叶士宇也含有的正经起来 恭恭敬敬地 雪姐姐 您来了 声音中 非但没有那种娇柔造作的枝粉气 反而多了几分讨好的意味 这种情况 活像是一群老鼠见了猫一样 灵寒雪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在看夜市雨的时候 眉头微微皱了皱 然后就斜着冰带着雪 夹着霜一般地从众人面前走过 在他经过的时候 楚阳等人分明感到一股倾骨的寒意 然后只见他先先束手一挥 一座冰雪高台 就这么突兀的拔地而起 紫衣一飘 如同一朵紫云一般 冉冉而上 到了高台上 就闭上眼睛 凌空而坐 不再言语 不再重作 两位紫衣老者站在他身后 也是如同泥塑一般 凌寒雪根本没有理会夜市雨 夜梦瑟利拔天 但三人却同时松了口气 竟然像是如是重负一样 似乎这三个人的本意就是 千万别理我 千万别理我 理我 我就惨了 这样的 楚阳心中一动 这个凌寒雪 定然是上三天凌家的人 看来凌寒雪的地位很高啊 而且肯定很可怕 要不然 也不会让夜市雨和夜梦瑟利拔天 怕成那个模样 不过 上三天九大主宰家族 摆明了夜家是第一家族 为什么夜市雨 竟然如此的惧怕凌寒雪呢 马提声再度响起 又是一大队人马冲上山来 这次上来的 依然是个青年领头 但身后的队伍 比起其他几大家族 则是多了不少 足足有五十来人 上来之后 其中四十多人纵马离开 进入了田家等人的队伍 现场只剩下三个人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 另外就是两位老者 在下上三天十世家族 十成玉 奉家族之命 特来观战 青年温文尔雅 至于其他人 则是因为私人恩怨 被人邀来主权 不过他们所有的行动 均与我十世家族无关 诸位大可放心 这句话一出来 连灵寒雪也微微的睁开眼睛 鄙视了他一眼 穷鼻之中哼了一声 上三天的高手 特意被邀来助权 又岂是中三天的人 可以抵抗的 亏你还有脸说一句 诸位大可放心 谁能放心得了啊 叶士宇 哥哥哥的小母亲一样笑起来 呵呵 石成玉 你干脆别叫石成玉 你就叫石成聪明人 好不好了啦 真把别人都当成傻子了吗 你们十世家族 也就这个德行了 叶士宇看到灵寒雪 便如同老鼠见到猫 见到石成玉 却像是老猫见到了老鼠 分明没有将石家看在眼中 石成玉并不动怒 私人恩怨 难道你叶家就管得了吗 说吧 摇摇摆摆的走到靠边的位置 让两位老者建起了兵台 冰雪高台刚刚起来 灵寒雪哼了一声 一仰手 哼的一声 诺大的高台突然塌陷 崩碎 然后冷冷说道 石成玉 你坐在我身边 我会杀你 石成玉满脸发黑 却是无可奈何 还要陪着笑脸 学姐正是说的哪里话 小弟本想让学姐教导一下 学姐既然不同意 那小弟就远些好了 说着竟然忍气吞声的退开 在另一个方向高高的树立起了兵台 第60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